在道长的引导下 金融市长刘昌副市长林永发 与多位市府一级主管 持乡绕行共评祈福 这是金融市政府普渡现场 对于媒体最新民调显示 金融市长市政满意度 持续成长居高不下 刘昌除了感谢市民支持 也强调将继续努力 把握每一天为金融做更多事 我想金融的进步跟改变 不只我们金融市民有感 我想全国各县市 大家也肯定金融 那其实我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就是做好做满 那一直到最后卸任的一天 那把握住每一分每一刻 那为金融市民 大家多来奋斗跟努力 所以我想我们不只是 在前阵子的城市博览会 其实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我们都陆陆续续 还有许多的重大的一个建设 还有市政的一个成果 即将完成 包括我们地标树梯 金融塔 甚至包括我们整个 国门广场周边的一个 进一步的一个改造 我们的城市转运站 火车站的旧车站等等 我想市民大家都有 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 另外针对年底金融市长选举 最新民调显示蔡世英为辅领先谢国良 对此 林又昌表示他与蔡世英联手合作 让金融蛻变 成绩有目共睹 也获市民肯定 因此再次强调 蔡世英是最适合接棒金融市政的人选 因为我相信所有市民 大家都希望金融的进步跟改变 能够延续下去 那这几年 蔡世英委员跟市政府通力合作 所以我们在推动的各项的重大建设 我相信他都了然于胸 那并且跟市政府 我们的相关局处的一个合作 也都非常的熟润 很有默契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可以无缝来接轨 所以对年底的一个选战 因为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那所有候选人 因为选选宜能 大家都应该提出最好的一个政策 来争取市民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那我对年底的胜选 是有高度的信心 蔡世英也有信心 能持续林又昌的施政方向 让金融未来更为进步发展 我们自己内部做的几次分析 以及这个民调里面 都充分的展现出来说 第一个过去这几年来市长 市英跟宥昌市长合作 金融的进步 获得金融市民高满意度的一个评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民调里面也表现出 所有的候选人里面 也认为市英是最有能力 能够继续来带领金融往前进的人 那第三个就是说 所有的市民对于说这样的想法 是认为需求要被维持住的 那市英也能够继续做下去 让金融不走回头路 所以我想民调的一个公布 当然我们都会认真来看待 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另外中共围台军演的做法 蔡智英强调 身为首都生活圈市长候选人 都应该勇于发声 捍卫国家与市民安全 他质疑对手是否因为家族 在中国的大量投资 因此不敢对中国表达抗议 尤其这次演习范围就在北方山岛 身为金融市长参选人 更应该站出来为渔民发声 捍卫市民权利 这一点绝不能退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